泰国为何想要购买美国的F35战机 这对于泰国会有怎样的影响 美国会将F35智能机卖给泰国吗 我们都知道 在现今的国际战机市场上 美国的F35战机可以说是占据着巨大的市场 有着极其重要的市场地位 有很多的国家都想买到美国的F35战机 但是美国又十分的任性 几乎就是挑选自己所心仪的买家 而有选择性出售 就是因为美国的任性 就给了其他国家的战斗机有了许多的机会 也可以在激烈的国际战机市场竞争中分一杯羹 但是对于美国来说 还是积极借着出售F35战机的借口 以此来达到对这个地区的控制 由于美国的F35战机确实具有超强的性能 这就使得很多的国家都趋之若鹜 这不 近日美国的F35智能机又开始活跃在国际上 据报道 美国F35战机现身此前的新加坡航展 积极寻求亚太潜在买家 在美国所谓的中国在印太最严重的胁迫下 美国此举广泛被视为 致力于要在亚太区域市场留下深刻的印象 但是实际上 美国却不会随意把F35这款最先进的隐形战机 卖给任何人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包括韩国 澳洲和日本都已有F35 而新加坡对此也要跟进 此外 洛克希德马丁全球业务资深副总裁 卡西尔在新加坡航展长边证实 至于下一个可能是美国长期的亚太盟友的泰国 也对美国F35战机表现出有很大的兴趣 想要购买多架F35战机 以此来更新自己本国的战机 加强空军的战斗力 但是 这最终要看美国政府那边的意见 因为这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决定 此外 据消息称 泰国内阁在原则上也已经同意 支持泰国皇家空军在2023会几年度赤资138亿泰铸 约合27亿人民币 采购4架新战机 以此来淘汰老旧的F16AB战机 值得一提的是 据消息称 此前 泰国皇家空军总司令 纳帕杰已经对美国的F35战机表达了浓厚的兴趣 由于这款战机一架售价已降为8000万美元 约合5亿人民币 这样的价格 使得泰国空军可以承担得起 因此 他对泰国空军采购美国的F35战机的采购案充满了信心 他还说 美国F35战机性能一流 采购美国的F35战机 使得泰国空军也能够拥有最先进的智能机 以此来大大增强泰国空军的实力 对此 有专业人士就分析称 由于泰国和美国战略对手中国防务关系十分密切 因此 美国未必会同意相关军售 尽管1月美国海军的F35C撞上卡尔文森号航母飞行甲板 起火滑行坠落南海 引发各方关注 但是 美国的F35战机 仍是现今国际军事武器市场上技术最先进的战机 有着超高的影响力 但是 对于泰国的态度 中国军事航空专家卢普瑞特指出 近年来 泰国和中国的关系较为密切 且此前也和中国达成了许多的合作 因此 也算是联系较为紧密的国家 所以他对于泰国会想要购买美国F35战机的想法感到十分诧异 他还指出 原本以为泰国空军会选择如歼10C等中国的战机 因为中国此前还与泰国进行了联合军演 这应该会使泰国对于中国的战机的性能与质量更加了解 而且 中国的歼10C战机作为中国空军的多用途战机 也已经开启正式外销 卖给巴基斯坦的25架歼10C战机 就是歼10C受到信赖的最好证明 那么 泰国为何一定要购买美国的F35战机呢 据了解 目前泰国皇家空军的主力战斗机为美制F16AB战斗机 F5EF战斗机和英师战斗机 其中 F5系列战斗机现存34架 F16系列战斗机现存53架 英师战斗机现存13架 这就组成了泰国目前空军的战斗编队 而在这其中最厉害的就是英师战斗机 这也成为了泰国空军的中间力量 我们都知道 泰国是一个军主立宪制国家 在军主制对军队的影响下 泰国军队仍然保留着一些封建思想 就很难完全达到现代化的要求 且泰国在军事武器的购买上也是十分小心翼翼 是出了名的精打细算 这也使得泰国的军费支出一直都不是很高 且在数量的购买上也只能是少量购买 这就极大的限制了泰国军队的发展 就连泰国现有的空军战机是由二手战机和他国即将退役的战机组成的 因为泰国的F16智能机是从新加坡空军手中买来的 英师则是瑞典空军淘汰的早期型 这就使得泰国在战机上确实落后于许多的国家 因此战斗力也受到很大影响 此外 随着美国F35战机生产规模的扩大 许多美国的盟友都开始获得这款装备 其中就包括新加坡 这对泰国产生了一些威胁 加上泰国周边的一些国家也都开始计划更新本国的战机 这就使得泰国有了更大的紧迫感 因此就促使泰国想要去购买美国的F35战机来提升本国空军的实力 但是对于泰国空军想要购买美国的F35战机却在国内引发了批评 据专家指出 泰国空军购买F35战机 与其说是为了战略目标 倒不如说是别有用心 朱拉隆公大学教授兼顶级政治学家蒂提南说 泰国在历经2006和2014年的两次政变后 目前泰国由军政府执政 而泰国军方一直想要巩固地位 因此泰国空军有兴趣采购美国的F35战机 这完全是在投机取巧 此外 专家分析称 泰国和中国关系密切 且和邻国也没有边境争议问题 并且强调 泰国和日本 韩国或台湾不同 没有面临较大的威胁 因此不需要采购先进的F35战机 不过 泰国想要购买美国的F35战机是一方面 而另一方面 美国却对于向泰国出售F35战机表示极其的不情愿 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泰国近些年来和中国的关系日益密切 虽然泰国作为美国签约的盟友 立足点很稳固 但是美国却还是不放心将F35战机出售给泰国 担心泰国会将F35战机的相关敏感技术泄露给中国 因此 这也是美国不愿意向泰国出售F35战机的重要原因 因为美国对于F35战机的出口还是十分谨慎的 只要有一点不如美国的意义 美国就会停止向其出售F35战机 就像此前 美国因为土耳其和俄罗斯走得太近 并且不听美国的劝阻坚持要购买俄罗斯的S400系统 美国就将其踢出了F35战机的购买专案外 这就导致美国将要出售给土耳其的 100架F35A战机的军售案被取消 因此 正是因为美国对F35智能机的出售如此谨慎 因此这对于泰国来说并不是很好的选择 因为美国很难会真的将F35战机出售给泰国 所以对于泰国来说 选择中国的歼10C战机可能会是更好的选择 且中国的歼10C的性价比也较高 可能会更加适合泰国空军的需要 这对于泰国来说会是比较好的选择 所以泰国应该对美国有更清楚的认识 还是要与中国加强合作 以此来一起应对美国的挑战 这对于泰国来说也是必要的 借着中国的歼10C战机 可以实现尽快促进空军发展的目标